要说篮球运动员有钱,还是足球运动员,当你看到球星们的豪车豪宅以及私人飞机的时候,你就会明白,差距或许不是想象中的一点点,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球星们的私人飞机,迈克尔乔丹,排行第一,机身型号是游弯流550, 改为N236MJ,在02年的时候售价是5000万美元,如今涨到3.26亿美元,里面68颗座位,独立的卫生间,雪家宝,酒水间以及观影室,不愧是NBA球星收入排行榜的第一,迈迪,第二,曾有一次拿到大合同,用巨额签买了一架波音7系的飞机,里面的豪华程度不可想象, 当时还被NBA的大民族吐槽,也许麦迪就是想享受一下,自己梦寐以求的生活实现了,乐布朗詹姆斯,第三,海湾公务机价值2200万美元,机长20.3米,同样里面有独立卫生间,酒水间,观影室,但是座位只有10个,一般是用来参加活动与团队乘坐,魔术是约翰逊, 第四,庞巴迪里尔85,11年购买售价2100万美元,如今已经停产了,内部有10个座位,空间很适可疑,科比,庞巴迪350,13年购买售价1800万美元,机长20.9米,内部设备已经俱全,除此之外科比还有一架直升机, 杜莱特,赛斯那奖状,售价1300万美元,机长16米,有适合座位,性价比还是很可以的,多次被拍到雨,女柳城坐飞机浏览